17个亚太国家旅游警示调升为黄色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大 外交部今天宣布自3月17日起将纽澳、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17个亚太国家及地区旅游警示调升为黄色 建议国人应特别注意旅游安全并检讨应否前往 由于新冠肺炎在亚太地区若干国家疫情有持续扩大情形 且许多国家已采取各项入出境限制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今晚表示 为提醒国人注意前往相关亚太国家商旅所可能面临的安全及不便 外交部决定自3月17日起将17个亚太国家及地区调升为黄色的旅游警示 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索罗门群岛、吉里巴斯、法蜀波里尼西亚、大西地、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澳大利亚、纽西兰、印度、布丹、马尔地夫、汶莱、柬埔寨、辽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 建议国人应特别注意旅游安全并检讨应否前往上述国家及地区 其他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旅游警示目前维持不便 他说以上17国家及地区调升为黄色的旅游警示灯号将自台北时间3月17日零时起生效实施 外交部后续将根据武汉肺炎最新疫情发展及指挥中心指示滚动调整对世界各地的旅游警示 外交部同时提醒国人非必要请尽量避免出国旅游 国人如遇紧急状况请联系最近的代表处或办事处寻求行